中国租借给加拿大的雌性大熊猫二顺 已于三个多月前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接受人工受精 中心社记者近日在卡尔加里动物园了解到 动物园方面仍在密切观察 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二顺是否成功受孕 卡尔加里动物园于4月2号为11岁的二顺实施了人工受精 动物园通过对二顺的尿液取样化验 监测它的荷尔蒙变化 并进行超声波检查 和行为变化的观察等 但一般而言 需要在大熊猫产载前两三周 才会有是否怀孕成功的确切结果 那二顺现在的变化都是在好的方面 它受精之后呢 它吃的多了很多 底重了也重了 现在它收拾的时间也长了一点点 也是那个怀孕正常的一些行为 但高永思介绍说 从历史经验上看 熊猫甲怀孕的几率也比较高 来自成都的雄性大熊猫大毛和来自重庆的雌性大熊猫二顺 于2013年3月赴加拿大旅居10年 它们先在多伦多生活了5年 在此期间 二顺借助人工受精技术 于2015年10月生下龙凤双胞胎 加盼盼和加月月 2018年3月下旬 这四只大熊猫迁居石油城卡尔加里 记者到访卡尔加里动物园时是工作日 但大熊猫馆仍吸引了来自各地的众多游客 记者这次没能见到二顺 看来它现在休息的时间确实更长了 正在室内馆的大毛和在室外馆的加盼盼 加盼盼都吸引了不少熊猫迷 其实有很多从多伦多的那个大毛啊 二顺的粉丝也有飞到那个卡尔加里去看他们 对有也有从日本啊 其他地方的也有美国也有 作为首队在加拿大成功孕育出生的熊猫幼崽 加盼盼和加盼盼相比一年多前 刚到卡尔加里时明显长大了许多 今年10月他们将满4岁 因为大熊猫从4岁开始将进入发情期 因此按照相关协议 届时这对龙凤胎熊猫将返回中国 加入到大熊猫反育计划之中